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我的解读 因为素描教到我们分析眼前的景色 物体的远近关系 透视 光影 颜色 不同材质的呈现 以及比例的掌握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很重视素描的学习 即便是毕卡索这样的现代艺术大师 他其实也有很深厚的绘画基础功哦 在经过这样的练习后 对于我们在绘画中画面的呈现会有一定的帮助 尤其是喜欢画写式风格的朋友更是如此 但是否飞学素描不可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你喜欢轻松地画一些插画 涂鸦 以内容跟创意为主要呈现 那么或许就不见得飞学不可 喜欢画的你 保持兴趣与热忱 投入创作最为重要 若是想要精益求精 当然也非常鼓励你学习 但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压力 减损了你对绘画的兴趣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与你分享 若是你有不同的想法 也非常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你订阅 按赞 我们下次见